无数个夜晚我们都不会忘记 我们都是相辅相成的 三兄弟 放手 就像我拿完荆棘 他给我一个拥抱 烈日卓星所有所有的演职人员 我想念我们争执的那段日子 所以说小峰 等待更多的你 而且明明知道这里面有他一份 因为我跟老段对手戏比较多 经常穿着衣服一块回酒店 酒店老觉得出事了 也想找那个感觉 然后反正他是默默地陪了我好几个晚上 比如监狱那场 他递给我烟的那场戏 你确实是块做检查的量 那事儿烂动我的灵 后续更有意义 因为我在拍那个戏的时候 幽闭已经开始翻了 就直接有人就开始昏过去了 昏过去已经无法呼吸 然后马上把靠子要解开 平躺在外面 然后他就坐在那等 我觉得都是无声的 非常好 我很喜欢那种 你晚上聊太多了 我们都聊到 这个痘号里面还有什么渣没有 是真的 我们很赤裸的把自己给了对方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等一下 我说那儿我不想 那儿不想把你放过一下 那儿你再给我一点 懂懂懂懂 就是很多时候都不用说话 对不起小哥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没什么对不起的 我们俩演完之后 有种 有种怪怪的感觉 是真的 就是老说亲爱的 这特别不像我俩 亲爱的超 就是 所以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 在老曹的房间里 挠头的那些夜晚 每个人坚持自己的那个意见 不改 那我们摄影师罗牌更惨 他眼睛永远是这样 因为他在想事 你怎么啵想一下 他可能是蹭到那个墙子 一下没弄住 很多好的表演 也是有赖于他 就是你拍一次戏 然后建立一个 那样的表演关系 不仅是工作人 也是生命人 最棒的感觉 我跟老曹的合作挺有意思的 就像他第一天 让我去拍的戏是那对摄影机的戏 黎明 也许我可能回不去了 万一我要真的回不去的话 你要是哪天想我了 就看我给你写的信 对于我来说 我也有一种崩溃感 总得有个过程吧 小周也特别好 小周那天没洗 他还坐在楼道那儿陪我 他别紧张啊什么的 那是一段非常温暖 且惊悚的回忆 就是这个老狐狸 比较迷人的地方 我从江西南昌 我来到北京 我是没有什么自信的 我不会说普通话 唱的是流行歌曲 跳的是扭来扭去的 是就是不太能登大雅之堂的这种 你的人生会遇到不同的状况 和不同的平静期吗 就甚至你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还有人在鼓励你 所以这是个多幸福的事情 包括我父亲 骗我去看吧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老爸还骗我 你看有喜鹊 其实后来我知道 那个季节北京是 就是很多很多 我去看 每次看都有都有都有 而且两个学校都考上了 哇 正好那年世界戏剧节 在北京 比如说英国的莎士比亚剧团 德国的莫剧团 日本的新宿梁山博剧团 那个震撼那个感染 直接把你整个心脏都刺穿了 那个种子就开始了 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很笨的人 但那年汇报之后 我们的老师很绝望 神经病嘛 这是第一年 然后第二年我记得高景文老师 有一次表扬了我 做了一个八王别姬的一个独目 那是我第一次在表演上受表扬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那次表扬 我出学校我郁闷死了 因为我觉得我很牛 我要开始进入剧组了 成明星了 对不起 你连留在北京的可能都没有 那些全是我的好老师 老师 陈克兴导演说过 总是他有时候要逃 从我面前逃走 就是已经都收摊了的 我说等一下导演 我说是个这种东西 好好好那个 差不多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我也不会再来一遍吧 我觉得表演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你每天面对的是你小时候的偶像 你就要在他们面前演戏了 就这么说 今天是个大胖 快来玩死也 徐克导演 我是不是要用点什么别的办法 再把他攻下 我再陪他喝 陪他喝点威士忌 就像他有的时候跟你聊一样 少 为什么穿得这么滑 简单力比较好 他就是一身黑 后来一慢慢我也喜欢穿黑 你都挺好的 为什么要让衣服穿你呢 星爷也好 徐克导演也好 我看他们工作很入迷 甚至美人鱼之前 我跟他每天晚上 再通电话 邓总 因为我们没点十一点钟之后 因为我哄完孩子 然后他也是个野猫子 我没事我十一点之后可以的 我很爱看他们工作 然后可信导演 然后我老曹 你就是会觉得他们 很有魅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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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